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一样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 我们今天继续聊交通回忆 好,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已经跟各位做过三集的交通回忆了 我们这系列交通回忆的节目 当然就是以我早年,小时候在路上看到的这些交通东西 虽然说我们之前有做过什么摩托车回忆,汽车回忆 不过我们交通回忆是把更大的范围纳进来 比方说包含了道路环境、公车、飞机、火车什么的 无所不包,只要跟交通有关了,我们都会跟大家闲聊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已经跟各位聊过 当年我在台北,住到国小三年级以前 在台北看到的公车、火车这些有的没的有趣的事情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我在国小三年级那个时候在台北看到的景象 好,我们之前聊的是公车、火车这些东西 其实在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此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过了 那时候交通真的是很混乱 喇叭声四起,大家争先恐后 不守号制什么的,这是一大堆的 那么在道路上最让人家头痛莫过于摩托车 为什么说摩托车最让人家头痛呢 因为这个车子钻来钻去嘛,其实时至今日,摩托车族群的还是常常被网路上霸凌了 像我自己平常也是用摩托车代步了,我也深知摩托车族的辛苦了 但是不得不说真的,摩托车它方便,可是你的自制力就要够 像那个年代,大家自制力滚啦 只要能够冲,能够抢,能够快一点就好了 所以当年的摩托车的乱象比现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摩托车对于安全帽这种观念基本上是零 那个时候摩托车没再戴安全帽的啦 谁在给你戴啊,大家会觉得,真的吗?是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相关的道路法规呢 不处罚不戴安全帽,摩托车可以不用戴安全帽 那个年代了,就我的印象,安全帽大概就分两种 一种呢,就是空气安全帽,就是完全没有戴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什么秀以阿赖那种高单价的 那种高单价的安全帽谁在戴呢 就是那个年代啊,在骑那种走私摩托车的 我们都知道早年那种排气量超过250cc以上的摩托车呢 是禁止进口的 那那个年轻人喜欢嘛 所以呢,会有一些人从日本走私那种 报废的凯态的那种重型摩托车进来 那大家那个时候啦,其实也都很清楚啊 那种摩托车其实速度很快嘛 所以就一个观念,那就戴个安全帽这样就好了 你说什么防摔衣啊,什么连绳布品 没那种东西的,有一点秀以有一点阿赖穿 这很厉害啦,对不对? 各位你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哦 那个王杰的一些这个MV里面 他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 他带的就是类似像秀以阿赖那种特技安全帽 除此之外呢,一般人是不会戴安全帽的 所以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机车回忆的时候有说过 早年的摩托车连行李箱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大家不会有那个观念说 摩托车要有行李箱 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直接挂在手把上面 或是抱在身上面,这样就好了 根本就不管 也就是说呢,后来这个法规强制要戴安全帽的时候呢 这些没有行李箱的这些摩托车呢 就一个一个被淘汰掉了 尤其是一些速克达 像我们常讲的什么名流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没有行李箱啊 所以这个安全帽不好放 真的,在当时你在路上看到的摩托车 没有人在戴安全帽了 真的看不到啦 可能只有警察、宪兵那些公家机关的人 他可能会戴啦 但是一般民众没人在戴的啦 所以相对呢,我们刚刚也讲嘛 摩托车呢,在当年骑来骑去的 乱钻来乱钻去的 所以摩托车当年在路上发生的事故都很严重 以前我国小的时候走路上学的路程 有一段距离啦 偶尔都可以看到摩托车的车祸 然后地上就是一大滩那种红色的液体啊 这看起来触目惊心啊 这个真的是蛮危险啊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摩托车呢 本身当年啊 这个空气污染真的很严重啊 之前跟各位讲过 那个你在停路口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路口都是蓝色的 蓝色的天空 为什么呢 因为那摩托车都是二行程的 那个时候四行程的摩托车很少 虽然大家停在这个马路的这个十路口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喷那个蓝眼 那打你喷我喷大家喷 那绿灯一起步的时候 哇 那个煞事状况 大家一起催我们再见 那个蓝眼 这样瞬间这样灌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空气是很糟糕的了 那个时候如果有真的pm 2.5这种概念的话呢 我相信那个天天都是紫暴了 那肯定都是暴表 所以那个时候的摩托车 方便是方便啊 不过它造成的这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还真的是不小 不过也不得不说了 像我们家当时经济状况不太好 所以也是靠这种二行程的摩托车在代步的 也成为这个污染环境的一份子 这点也是没办法啦 这算是一个时代的惨物 也有鉴于此呢 因为摩托车这些事故太多了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道路上的事故很多 所以当年呢 这个政府也是大力在提倡所谓的交通安全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从这个1992年开始 它每年都会有个标语 比方说好像1992年叫做什么交通安全年 然后这个1993年叫做什么交通礼让年 什么1994年叫做交通守护年 反正呢 每一年都有一个口号 一个道安的一个口号 然后呢 在那个公共汽车上面 尤其是国道客运上面 它都会在车尾贴个标语 什么安全是唯一回家的路 什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什么这些 这个道路的这些标语 各位你现在在坐这个国道客运 这些游览车 基本上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偶尔会在这个高通路的这个 过高通路的天桥上面看到一些布幕 写着一些安全宣导的标语 在当年 这种安全宣导 什么交通安全人有责 这些东西是电信杆上面就有贴的 这个客运公车上面就有贴的 到处都有贴这种东西 来告诉你交通安全 像我们那时候在念书 当然这种交通安全的这种观念 也要普及到小朋友里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个学期 都有交通安全真文比赛 每个学期都有 那么得奖的当然就把你贴到公告栏 糟糕天下了 这个示众 那除此之外 这个公布栏 没有比赛的时候怎么办呢 它会有个交通安全 每个学校都会有个交通安全的 专属的公布栏 它就开始贴一些 这个除了标语之外 它会贴一些非常写实的照片 我只能言尽于此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次 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搬到台南去了 那我去参加了一个 就是台南县政府办的 这个交通安全讲习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所谓的大台南市 那时候还分台南市台南县的时候 那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就是每个小朋友 发一个这个安全手册 然后有一些什么有奖征达 一些课程 什么有点没的 那个交通安全手册 这个后面都有一些很精彩的照片 就直接什么马赛克都不打 然后直接把那个状况 直接把它给秀出来 甚至我们在看的那个交通安全影片 也直接把那种最写实的画面 通通给呈现出来 这个是实有所能的 他的用意是怎么样 他就要警醒你 其实交通事故是非常多的 是相当恐怖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交通安全 不过在那个年代 真的大家对于这种交通安全的观念 真的是很薄弱了 不要说这个机车没戴安全帽了 开车也不流行把安全带了 机车戴安全帽呢 我记得没错的话 也是这个阿扁 程翠扁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实施的 那一阵子应该是 大概在1993年 94年左右 那时候台北市陆陆续发生好几起那种 年轻的情侣啦 可能18岁啦 可能20岁啊 双载出车祸 然后两个都KO掉了 我那时候发生好几起 后来阿扁呢就强制说 那个一定要 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然后先从台北市实施 隔了一年左右呢 才普及到整个台澎金马 全部都要这个戴安全帽 所以在那个之前 大家对于这种安全帽 根本就没有观念 那么绑安全帽呢 是要一直到很后面啦 好像到这个快要21世纪的时候 才强制规定说 所有的这个道路 驾驶座都要配戴安全帽 那么后座配安全帽呢 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那个什么 这个2011年啊 那个什么孙中山的孙女 在这个圆山交流道 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才立法强制说 后座也要配戴安全帽啦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 在30年前那个时候 大家对这种交通安全的这种想法呢 是很薄弱的啦 甚至我记得 以前小时候 这个从台北 如果说那时候 我爸在台南工作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开车 回去台南 或是上来台北什么的 我记得很清楚 如果要走高速公路的时候呢 那个堵车啊 一堵可能会堵12小时 在高速公路上面呢 你开车 比方说早上6点上去 你下午6点还在高速公路上面呢 常有的事情 而且呢 动不动就是连环车祸 那个一撞 就是7、8、9台车撞在一起 然后伤亡都很惨重 为什么 因为没绑安全带 这个 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个年代啊 你说 开高速公路从台北到台南 像我现在比较常开 台北到台南 如果你顺畅的话 你中途都不要下车啊 这个三个小时一定到 在那个年代 没那种事情 台北到台南 如果你可以开5个小时 你算很厉害 当然我们前景是 不要超速违规啦 你算很厉害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路上 一定会遇到一两起车祸 而且都是那种 造成交通严重堵塞的车祸 不像我们现在 其实你还是可以遇到一些车祸 但是都是一些小碰小壮啦 那么大家就是下来 可能为了要保险啊 所以报个警 造成交通堵塞啦 什么有的没的 当然在高速公路上面 好像发生事故 都一定要通报警察啦 这个具体的规定 可能我要再查一查 总而言之 在我们那个三十几年前 那时候走高速公路 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个大家对于法律的观念 比较薄弱 然后呢 那个年代 车灯的这个照明度 也不是很够 高速公路上面路灯 也不是很够 所以尤其是晚上 我记得每次晚上 只要开这高速公路 一定会遇到那种 很重大的连环车祸 这个撞成一团啊 撞成一堆啊 然后波及到两三个车道什么的 那新闻也是常常在报啦 不像我们现在 这个新闻基本上 报的都是那种 打打杀杀那种行车纠纷 以前这种高速公路 真的是很危险啦 而且高速公路会堵车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以前拿来的快速道路啊 像我们现在呢 这个东西山快速道路 一大堆啊 什么62啦 64啊 666872啦 念都念不完 以前呢 不要说这东西山啦 南北向的是什么 台六一都没有这东西啊 就一条中山高速公路 从这个基隆 一路通到高雄小港 就这样 二高 不好意思 没那种东西啊 那其他人 你如果不要走高速公路 去省道 慢慢塞 那你说西滨呢 西滨没有六一 有台15台17 你就慢慢塞 没关系 那个道路条件 有够差的啦 所以 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要返乡要干什么呢 就是全部挤在高速公路上面 这个真的是令人相当的头痛啦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这种安全性的观念 很薄弱啦 手法的观念 也不是很好 这个还体现在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那个年代 其实防盗器卖得非常好 真的超级多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防盗器出来没几年了 那大家基本上 每一台车都会配防盗器 然后下车的时候 就摇空气给它 咽咽 咽咽 好像很帅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呢 新车的原厂都配防盗器 像这个Benz 它会配这个喇叭 就叭叭叭叭叭 像我去这个Benz的展示中心呢 串门子 串到它这个9点要打烊了呢 我就看到它表演神迹 就拿出一个钥匙盒 上面各种的钥匙 就展示间的车子要上锁嘛 然后就一个按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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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然后你看那个声音 磁吸比落 然后再看那个 那个方向灯会稍微闪烁一下 但在30年前呢 原厂就配这种遥控防盗器的车 极少啦 大部分都自己外装了 而且卖新车的业带呢 也会鼓励你 哎呀大哥啊 我们这个要不要装一个防盗器啊 要不要装一个这个什么的 这个保安全的 啊没问题没问题装啊 可是那个年代的防盗器 其实蛮亮光的 为什么 它常常会自己误误误响 所以我们在晚上的散步 所以听到那个车子 就像鸭子一样喊的自己很冷一样 然后整个吵死了 那么另外就是什么 这个脱吊车呢 也是很普遍的 因为那个年代 其实一方面大家手法的观念比较薄弱 二方面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台北的停车位 跟车口成长数完全不成比例 现在稍微好一点 以前根本是完全不成比例 而且以前也没有什么 太普遍的那种民营停车场 反正就是路边乱停啊 管他去死啊 那相对的这个官方的脱吊车呢 就会很多嘛 就会出来执勤嘛 那么脱吊车一拖上去的时候 防御器就会叫啊 所以你就看啊 那个车子被上脱吊车之后 你就开始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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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这样呱呱呱呱呱到这个保管场 那那个防御器呢 它又会设计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叫了之后 你没有去管它 它一段时间又会开始叫 所以呢 住在这个保管场附近的居民 真是不堪其扰 为什么 好 你车子拖进去的时候 它会叫嘛 对不对 放下他会叫,那放下来可能过个几分钟 他又开始叫 就吃鸡鼻肉 那最好笑的是什么 这个叫到后来他会没有电 他就 有气无力了 那等到这个车主再去拿车的时候 基本上车都没电了 所以附近那个时候 那个附近都会有卖电瓶的 那个声音超级好的 所以那个年代防烧器真的是 非常的供不应求 非常的热销了 当然了 防盗器用途是干什么的 当然不是防脱掉 是防小偷 没错 那个时候的汽车失险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找不回来 那个年代 监理系统 闭路监视系统 不是很普遍 车子要借私还回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个年代 三十几年前还不太流行说 台湾偷了车去对岸 台湾偷了车跑去对岸 那个大概是20年前左右的事情 那个很流行 就是今天上午车子不见了 下午就装柜啦 晚上就到深圳啦 就到下门啦 三十几年前那时候还不是非常流行 不能说没有 主要还是自自自销啦 自己在岛内经济循环啦 所以那个时候的脱掉车啦 防盗器啊什么的 也是很普遍的 尤其每次看到这个车子被脱掉 一定都没 这也算是一个都市的奇景啦 当然讲了那么多呢 好像都比较负面了 那我们来讲一个轻松一点的东西好了 那个年代呢 在我还没有离开台北的时候呢 那时候正好政府呢 又出台了一个交通新的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机车车改成黄色的哦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是在1992年的大概7月的时候呢 随着我们新式车牌 从原本的七码全数字车牌 换成了英文车牌 前二后次的英文车牌的时候呢 同时也针对这个营业小客车 强势规定说 你营业小客车 如果要心领牌照的话呢 你要这个七成黄色的哦 那黄色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仿这个美国纽约的Yellow KB 黄色的计程车 来提高我们视觉的辨识度 这个东西出来 我真的不得不说 真的是差很多 在我以前小时候更早之前 你要去拦计程车呢 眼睛要增亮一点 为什么呢 那时候计程车的颜色 就跟我们一般名车一样 然后再在车顶上面 放了一个写出租汽车 或写这个taxi 或写这个计程车车行的名称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呢 早年啊 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啊 所以那个计程车顶灯啊 通常都是土黄色的哦 燕黄色的很少 虽然你在路上 你要看到计程车 辨识率没那么高 不过会不会不好拦呢 倒也不至于 为什么 因为计程车的密度还是很高的 那么自从这个政策 强制规定黄色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 在路上看计程车 非常简单 这个辨识度超级高的哦 所以呢 虽然它法规没有强制说 你在这个1992年7月以前 领牌的计程车 一定也要变成黄色 可是很多计程车司机 在更换新式车牌的时候 就顺便把计程车 喷成黄色了 因为政府还有规定哦 这个计程车呢 它变成黄色的时候 这个黄色的7 因为一定会大量需求嘛 所以呢 它有规定这个黄色的7 有一个公定售价了哦 以我之前听到了 好像我们一般车子 比方说我们考7 整台车大概要2万块钱 那如果考计程车黄呢 大概只要1万块钱左右 就可以搞定了哦 这个价格差很多 所以呢 那个时候计程车 大部分都换成了 黄色的计程车 哦 那个很普遍 而且早期的时候啦 那个时候是 整台车都是喷成黄色的哦 包括保险杆啊 包括这个底盘这边哦 不像我们现在呢 很多计程车司机呢 会把保险杆呢 这个改成这个 保留这个原本的 汽车的这个颜色 比方说黑色啦 白色啦 银色啦 在早年一开始的时候 全部都是整台车 喷成黄色的哦 那么辨识度变得非常的高 那相对的呢 也就造成说 因为它辨识度高 所以它声音变得比较好 那么其他那些 没有改色的机长车 纷纷也跟着改色 那时至今日啊 你说全台湾 有没有那种 没有改色的机长车 其实还是有啦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为什么 因为它相对生存的空间 就会比较小嘛 所以这个政策 我觉得真的是让道路环境 这个为之改善啦 那至于说 这个机长车 有没有比较 开的比较乖呢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啦 大家都坐过机长车啊 这边我们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好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继续聊聊 当年呢 我在这个台北啊 这个小时候生长的回忆啊 那时候我在台北住到八岁 八岁之后 我就搬到台南了 那至于搬到台南之后呢 有什么有趣的交通回忆呢 当然 我们之后会再跟大家慢慢的聊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呢 勾勤你什么交通回忆的话 非常欢迎留言 这个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当年你有什么特殊的 不可磨灭的交通回忆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咯 拜拜